大家好 今天再介绍一本很经典的医书 是这一本 叫《类聚方》 你看看 它非常薄的 随身携带非常方便 也是非常经典的一本书 你会经常看到很多老师在讲解的时候 他会引用《类聚方》 这本书是谁写的呢 是日本的汉方家吉义东洞 在日本呢 他会被称为医节 我们的医生是张仲介 其实这本书啊 它完全是根据《山寒论》来改写的 因为《山寒论》呢 我们是385条条辩嘛 113个京方 它这边啊 实际上它不是按条辩来整理的 它是完全按照京方来进行整理编辑的 就是说《山寒论》里边 它可能有几个条辩讲到的都是同一个方子 它是在《山寒论》的不同的地方 这儿呢 吉义东洞啊 他就把一个方子啊 这边整理出来呢 下面有哪些条辩描述到啊 他就会这样来整理的啊 就像《山寒论》是一种横的架构 吉义东洞的《类聚方》呢 就是一种纵的架构 它是以方器为主的 所以叫《类聚方》 它把相同类的方子聚在一起 我觉得这对我们学习《山寒论》来说啊 还是挺有帮助的啊 因为很多时候我们想到这个方子应该怎么用 用在什么场合啊 通过这个呢 我们就可以看 比如小柴胡汤呢 它就把《山寒论》中所有提到的 用小柴胡汤的这些描述呢 都把它沾入出来 这样的话也是我们在学习《山寒论》中非常帮助的一种方法 顺便提一下吉义东洞 它在日本汉方史上的革新的动作吧 三百年前 日本的汉方呢 实际上是中国的《皇帝内经》和《山寒论》都在用 但是呢 《山寒论》之外的那些医术啊 吉义东洞认为他们都是阴阳医 就是说整天嘴里都是阴阳 这虚 那虚 那实的 他认为那种描述完全治不好病 不如直接用《山寒论》里面辩证 用治病的方法 所以呢 从吉义东洞开始啊 日本汉方界就不用那些病机啊 《皇帝内经》的那些描述了 只用《山寒论》 但是日本汉方的成就还是很高的